大家好,今天教大家如何这样的琵琶 这个琵琶的故事也很厉害 然后面上把它削平一下,不会扎破破墨 选一根生产中的优质品种作为结穗 这个要削平 很多刀削都可以,泡面削鞋结的 这个主要要削平 然后这里45度,削一刀,主要会看见泪橙皮 然后沿着泪橙皮往下削 大概削个五公分左右就够了,上面去掉两三公分 金木的泪橙皮在这里,这条下来都是泪橙皮 两边,然后结穗,泪橙皮就薄薄的一点点,看到没有?深色的 这里深色的 然后,这一个泪橙皮,就是行成人一定要对齐 一定要对齐,就是往下擦,就这样子 擦紧就可以了,对手擦去就可以了 然后用专业的价格模,把它藏进 藏的时候,尽量把它藏进 藏的时候,尽量把它藏进 这个后面要多留白 留,是为了这里,以后这个木株会长满 会愈合 上面结束用保鲜膜把它扎紧 保鲜膜主要还是起保湿左右 这个一定要扎紧,扎紧以后新鸭就容易长出来 这个佛膜以后都不要去拆,它就会自动长出来的 喜欢的朋友,可以点个爱心,加个关注 好奇更新视频 好奇更新鸣